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的案件 我们赶快来带您看到 当时现场的画面有多惊悚 那么就在川普呢 讲到一半段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人 开始一直突然乱叫说 他有枪赶快的一直在跑 那么众人开始逃窜 那么现在这个画面也曝光了 当时就是这一枪打的过去之后呢 川普突然捂住他的右耳 然后紧急蹲下 下面的人就一直喊出他有枪 他在屋顶上 然后接下来就传出阵阵枪响 据传是有五次的枪响 那么现在报道也出来了 说差一公分就爆头了 那么川普遭枪击特勤肉身护卫 他带血呢 直接举起手高喊fight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川普的脸上都是血 特勤远远赶快将他团团包围住 这时候呢川普站起来之后 就这么刚好 美国国袭在后面飘扬 他大喊的一个fight 那么呢川普就这样子的姿势呢 也让网友说 这一场选举看起来已经是他赢定了 事后特勤人员通报 子弹打中了川普的右耳 就差这么一点点 一公分的距离就会被爆头 有目击者指出 川普因为在关键的时刻 转头看了下 身后这个荧幕上的图表 就是这个动作 子弹才从他的右耳呢 这样子射中 幸免于难 否则这个子弹如果近到头部的话 今天所有的结局 恐怕都已经改写了 现场的与会者呢 有个叫史密斯的人就讲到了 他抓看到一个男子 拿着步枪爬到屋顶 随即警方就指出了枪手的位置 不到几分钟就蹦蹦蹦出现枪响 史密斯说呢 他心想 为什么川普还在说话 怎么都没有人把他拉下台 还说目前他的特勤人员 已经直接击毙枪手了 但现在有人引述官员的话说 川普很有可能呢 是被这个玻璃碎片给击中 这个碎片是从哪里来 就是他旁边啊 现在都会有一些提词机 要提醒他们讲什么 所以那个子弹可能打到提词机 然后那个玻璃碎裂 然后扫到他的右耳 现在有一说是这样 那么现在有人就说了 射上川普的到底是谁 没想到呢 你可以看扭游 第一时间竟然说 疑似是一个中国人 他说一名中国人 a chinese man 随即又改成一名white male 所以大家就想说 这个第一时间你怎么又把它扯到了中国人身上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张照片甚至讲到了 这个后面这个白白的一道线 并不是什么飞机飞过的痕迹 而是当下捕捉到子弹的痕迹 真的有这么神吗 他们说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们的距离 这个川普重弹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那么疑似枪手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就有135公尺 那么现在枪手的照片也曝光 是一个宾州20岁的男性 使用的是AR-15半自动步枪 狙击的位置离台上的川普 还有好几百码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个答案 那么现在最紧张的 恐怕就是他的对手 这个拜登 那么因为现在川普的座机 刚刚也抵达了纽泽西州 他自行走下飞机 这个画面我们那眼来看看 大家现在很关心 川普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有没有就医 伤势如何 没想到他还是去参加拳戴会 而且还自己走下飞机 看起来是相当的 状况还不错 那么川普长期担忧被谋杀 遇袭之后呢 他还是跑去了 共和党的拳戴会 似乎也要显示他无畏的精神 那么现在看到 这个川普造势遇到枪击 白宫也立刻回应了 拜登第一时间以总统的身份 作证然后听取初步的简报 而且拜登还打给川普 提前从德拉瓦州 已经回到白宫了 拜登的竞损团队也说 他们暂停宣传 他说他很感激 听到川普平安无事 情况良好 甚至喊出 美国不允许这种暴力的行为 这是非常非常病态的 那么现在川普 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利多了呢 怎么说现在包挂了 Meta宣布要解除川普的 脸书跟Instagram账号限制 Meta公司呢 在12号宣布取消之前 针对川普他的Facebook Instagram 处罚跟限制 这也是Meta从2021年之后 第一次对川普这样子完全松绑 但是现在对于拜登而言 恐怕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了 因为现在劝退声不断 民主党籍的前议员 甚至致公开信 请拜登希望你可以让弦 24名的民主党的前议员 公开的发表这封信 希望拜登可以让其他人 角逐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现在逼宫声让不断 但是桑德斯却力封的来挺拜登 他说今天立抗要求拜登 因为健康问题退选的声浪 他说他支持拜登继续来连任 我们首先要来请教一下 介大使你怎么看 今天这起枪击事件 可以说是国际都非常的震惊 那么川普 后来好像还是继续下了行程 有人说他赢定了你怎么看 对赢定的话大概就是说 他赢得这场选举的可能性会大增 不过这一枪基本上改变了川普的命运 改变了美国的命运 也不为过 也不为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枪如果再往右边 一公分的话 那川普就是 就可能无法躲过这一劫 因为是直接打他头部 很少能够这样 这样子能够生还 如果他今天中枪 那不治的话 那说实话 美国总统也未必是拜登 因为美国可能就会 因为陷入一个动乱当中了 所以这一枪还好是没打准 打准的话 那美国就是动乱 然后把这个本来已经紧绷的情势 会造成两个阵营 这种彼此更加的仇恨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拜登事实上是 真的是运气非常好 川普 真的是他的这个运气非常好 躲过这一劫 美国人很多害怕的回应 因为过去像是甘乃滴也被暗杀 那么很多美国人对于这样子的事件 如今又发生这样的枪击案 您觉得会不会对美国人 投票的意向造成影响 一定造成影响 因为川普他是受害者 受害的他一定他就会得力 而且整个事情看起来 很多细节很有趣的 川普事实上的话 他摸耳朵一跳 他立刻就蹲下去 动作非常敏捷迅速 就表示他的身体状况 他不要测试 不要什么认知测试 神经测试 他老兄超级灵敏 对 而且身体也很好 反应非常的快 第二个你知道 他被压下去以后 后来有人说 那个枪手已经被打倒了 对 所以可以离开现场 因为当时是扑上去 然后五名大汉扑上去 让他不能动 结果有人说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就听了 川普老先生一点都不老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鞋子掉了 等我鞋子先穿上 我要把鞋子穿起来 为什么我就要穿起鞋子 他不要太狼狈 他还要这个 仪容整齐 形象这样子 爱形象 然后他说再等一下 就看他手伸出来 一只强壮有力的手臂 然后就看他嘴巴那个形状 F开头的 他还是多清楚 他用的那个字 叫fight 对不对 可见他知道在这个时候 什么样说什么样的话 做什么样动作 对他很有力 所以可以说他算是什么 非常非常的机智 而且临危不乱 我想这都替他加分 这都替川普加分 因为一个做领袖的人物 他不能在这种 这种非常这种 所谓的这种 紧急时刻 危机紧急时刻 张皇思措 对 屁滚那料流到处怎么样 搞得狼狈不堪 你看他还晓得 最后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手势 做一个大将之风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讲出那个 F开头的字是fight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我认为这一场 这一场事件 川普是赢家 他不但躲过了一劫 连危机处理都做得很好 连危机处理各方面 拜登事实上的话 他还有有的要解释了 因为已经有人在攻击 他说 这个就民主党搞出来 你们一直在这个丑化 我们川普 对不对 你一直在 上次你还有讲话 如何的针对川普 你在刺激你的显明 对川普采生不利 所以而且这个共和党 过去一向被 尤其川普的支持者 被形容成什么 都是暴力边缘的 我们都很记得 那个小 这个所谓的那个 骄傲男孩 Proud Boy 上一次在那个辩论的时候 拜登还特别提出来 你是有暴力倾向的 他还说你那个支持者 Proud Boy 如何如何 结果现在受伤的 被刺杀的 被枪击的 是川普 不是拜登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整个的形势 会有很大的转变 真的如果说 没有再发生 这种戏剧化的 这种情况 转折的话 川普真的迎面越来越大 好 我们来问一下 兵哥 今天清权的这个新闻 让很多人一早醒来 假日一早醒来都吓一跳 兵哥 你是怎么看的 尤其是现在 拜登的处境 更是雪上加霜了 因为之前才把人家 泽伦斯基的名字讲错 那么反应又没有那么快 现在又变成川普 又遇到这种事情 又有这样子 临危不乱的动作 兵哥你怎么看 老实讲 现在实在是很难想象 川普到底要怎么输 我真的不知道 他要怎么输 因为美国人是一个 很崇拜英雄的国家 川普在这一场预袭的 整个过程当中 展现了那种英雄气概 特别是刚刚那 有人说刚刚你们那张照片 基本上他背后 那个国旗飘扬这样 然后他那个手这样扬起来 有人说大概今年 普利兹新闻奖就是这张 因为那个照片本身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气势 川普的英雄形象 我觉得经由这张照片 大概整个散发出去 大家全美国都看到 美国人这么注重英雄形象的国家 然后川普又表现得临危不乱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对川普本人是大大的加分 甚至超过这个子弹造成的威胁 所造成的阴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印象 给了美国人 那我比如讲就是美国这场选举 开始越来越混乱 那之前大家一直在想说 川普如果输掉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动乱 因为他可能不服输 然后美国可能造成内战 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现在看起来 我还真的不知道川普 在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之后 到底要怎么输 而且说真的 就是我们就算从另外一些角度 你知道美国 美国虽然是宗教自由的国家 可是大部分人其实 还是相信天命这种东西 那川普你看他在这么惊险的 差一公分的状况下 就闪过了这一次的稀奇 等于大难不少 对 就是你会很自然而然 让大家觉得 他好像就是个天选之人 你知道 很容易就让大家觉得 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甚至有人已经去找了一些 包括之前那个什么 光明会卡牌这些东西 说早就已经预言到 这次川普会预袭 然后当时卡牌上面讲的是说 他永远逃不过 但他居然逃过 所以逃过了 这代表真的 是不是连上帝都在帮他 那种感觉 因为整个运气全部站在他这边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整个气势对民主党来讲 本来就已经低迷的气势 经过这一场之后 更加是雪上加霜 我看要整个要翻身是真的很困难 那即使桑德斯现在 逆风站出来力挺拜登 可是问题是 民主党内抽腿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金主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他已经有上 大概9千多万美金的金额被冻结了 所以如果你继续选下去 我们就不支持你 就不给你这些援助 那这个对拜登来讲都是重极 那再加上今天这一场 说真的 接下来拜登你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一场所带来的一个效应 你觉得拜登还有什么机会吗 之前北约的时候 本来北约峰会是拜登的一个重头戏 他企图借这个重新拉抬自己的身世 可是显然也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失误 造成了北约峰会的气势没有真正打出来 那现在又出现了川普预期这个事情 我真的是觉得 看起来整个大势几乎已去 接下来除非出现奇迹 我认为拜登几乎没有胜算 实际上美国的赌盘也是这样看 美国赌盘现在已经看 整个大翻盘了 拜登 那个川普现在是赔率最低的 一赔1.4 对啊 那拜登都已经是好几倍以上的这种赔率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大概整个大环境对拜登也非常不利 看起来拜登是非常难扭转 好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照片 因为川普预期 刚刚大家都讨论到这张照片 你看到美国国旗 然后川普奋力一握拳往上台大喊fight 旁边还有两名随护陪着 有人就说这个摄影记者的作品 现在当然了在全世界发酵了 很多人都说这个构图跟哪一个很像 跟1830的这一张还记得吗 这个当时我们在课本 都会看到这张照片 1803年领导民众的自由女神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构图似乎有一点像 舰长你怎么看 他们说这个可能就是下一个 普利兹新闻长的得奖照片 我们来看 其实这次的照片非常多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这是纽约时报的照片 其实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中间有一条线 那就是子弹飞过的这条路径 那川普其实就是运气好 他就是头侧过来 看他的大型的说明板的时候 他正好躲过了这一次枪击 至于说这张照片 其实很多家都有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记者都在下面 然后他被枪击之后 大家其实都在等 看他什么时候站起来 那其实这个时候川普就一直在想 他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等他一站起来之后 那刚刚大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比出这个fight的时候 所有的记者在下面 所以所有的记者的镜头都是往上看 那他这个原来就是两部吊车 吊的美国国旗 这个一直都是川普的意象 他在哪里都是美国国旗飘扬的 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要 我们刚刚还讲到说 有关于FB或者IG 开放有关于川普的使用 可是川普现在连X他都不太用 他用的是他自己的 叫做True Social的这一个软体 那他在这上面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True Social的这一个社群媒体里头 他直接讲了这句话 目前枪手的情况一无所知 然后而且已经死亡 然后他被一颗子弹射中 而且穿过他的右耳的上方 那这个因为现在我们是普及时段 所以基本上来讲都上了这个 灰阶的颜色 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有一个白点 其实这个白点就是枪支命中的地方 然后这一个 这件事情以后一定会爆发 非常多的阴谋论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一个枪手 被击毙的枪手 他在之前就已经被无人机 拍摄下来的照片 就是这一张 那这一张照片既然可以出来 已经有人在X上面提出疑问 为什么特勤局没有把他取离开来 就是让他可以上到屋顶 让他可以出枪视苗 那这135公尺的射击 如果以前两年兵役的话 那个陆军都可以打到 135公尺射击都没问题 那因为这个原来的这张照片 过于血腥 那他的那个就是这个枪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头发 这是他额头上的血迹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 现在普及时段 所以我直接用这个无人机的照片 直接盖上去 那我们这样讲 如果遇到现在这个状况 其实川普是有想过的 他一站起来fight 这个就是无谓的精神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 他以前我们追溯他以前 他是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 也就是纽约的军校出来的 所以他对于这一些枪的声音 以及他该做什么反应 大家会觉得他那个念军校 是十几岁的事 到现在他已经70好几了 怎么会忘记 那个应该已经忘记了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军事的训练都叫做 建构在你的一个肌肉反应里面 就是你一听到声音 或者是你遇到状况 马上就要反应 而不是在那边想半天 因为你在想半天 像拜登一样的话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看 也就是现在川普 他不但自己下飞机 他还说他要自己去参加 共和党的全代会 那也就是告诉大家 他准备要当选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带您讨论 更多的国际焦点 谢谢大家 观众 里面 未经讨论 第二 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